Hello, 大家好, 我是Mi 教練 初一十五如素是一種古老而又神秘的傳統 為何到現在依然會有人跟隨呢? 今天我就從科學、醫學的角度 來和大家探望當中的奧秘 在開始今天的話題之前 我想邀請大家免費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還要跟隔壁的小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每一次更新啦 另外,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運動的知識 或者想看更多的更粗片 可以上MiFit page.com 又或者去商店都可以找到更多的小工具 讓你在家中輕鬆瘦身 首先, 我們一齊了解一下初一十五的背景 在農曆中, 初一就是每個月的第一日 而十五就是每個月的中間那一日 而這兩個日期, 正正是對應月亮的月圓 和月缺的日子 月亮是地球唯一的衛星 會圍繞地球公轉 而月亮自己本身是不會發光的 我們之所以可以看到月亮發光 是因為月球的表面反射太陽光所導致的 根據地球, 月亮和太陽相對的位置而改變 我們就會在地球上觀察到的月亮有不同的形狀 所以就會有月亮的月相所產生 幾千年以來, 西方人都一直相信 月亮的陰情緣絕會影響人類的行為 電腦的英文 Nunatic 是來自於古拉丁語單字 Nunaticus 意思就是受到月亮而影響的人 現代的心理學家都做了一些研究 原來, 月亮光越強的日子 戶外的犯罪率是越高的 例如通常會發生在街頭、海灘、停車場、馬路邊等等 我們在香港打緊急救援的求助電話 以前是999大家都知道 美國是打911的 有一套美劇正正是用911為命名 內容是說緊急救援 主角是一班美國的消防員、救護員、警察 其中第一季第七集 是說月圓之夜 他們的緊急報案中心 會收到的求助電話給平時多 有興趣想知道這個故事的 大家可以上DISD Plus看 美國精神病學家李伯 曾經出過一本書 書名叫做 《月亮作用生物潮與人的情緒》 書中指出人體有大約八成是液體 月球有吸引力 產生出海水潮漲、潮退 正正因為我們的身體都是水分 月球的引力都引致我們身體體液 都有漲退潮 我也參考了英國的BBC新聞網 有幾個報道 現代醫學界都開始找一些證據 去證明情緒變化 和月球的月相非常之有關係 也開始研究和嘗試去證實 月圓和月缺 後應我們的睡眠質素 腦電波、血壓和賀爾蒙 蘇菜水果非常有益 小朋友都知道 為何會對腸道好呢? 第一個原因是 因為蘇菜含有豐富的纖維素 可以幫助大腸魚動 令我們減低大腸癌的風險 近年還有一項研究發現 原來益生菌會利用植物性食物 中間的植物N型聚堂 作為營養 而益生菌可以借助這些營養 1變10、10變8 在我們身體裡絕臟成長 成為一個非常龐大的益生菌群族 而益生菌的數量多 好處就是可以趕走肚子裡的惡菌 令我們減少受到細菌、病毒、寄生蟲等感染的機會 所以多吃些蔬菜 可以有助維持長度生態平衡 而專家都發現 有了平衡的長度消化系統之後 我們的情緒健康都會得以改善 所以現在經常聽到廣告說 腸狀是我們的第二大腦 就是這個意思了 因為消化好了 吃得開心了 也沒有病沒有痛 人都自然開心一點 所以總結來說 初一十五餘素是非常科學 而不是迷信 選擇餘素也是非常適合醫學的觀點 有助於身體的健康 淨化身體的毒素 以及穩定我們的情緒 所以在初一十五選擇餘素 絕對是一個名字之舉 我就在這裡呼籲大家 我們祝每一次的初十五都一起預數吧 οιπόν 請消化